开幕式上,法国经济财政和复兴部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做了题为什么是欧洲前进的第三条路的致辞 法国前总理、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席让皮埃尔·拉法兰 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立国 法国中国工商会主席、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行长何利勤等嘉宾发言 随后,活动以建设巴黎国际金融中心开创中欧经济金融合作新局面 和中法和中欧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互联互通为主题展开上下半场专题研讨 因为疫情关系,本次研讨会以视频与现场嘉宾隔空对话形式展开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讨论的质量 活动现场嘉宾发言金句频传,气氛十分热烈 嘉宾们一致认为中国市场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次中国专场活动由法国中国工商会、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在法中资银行与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共同发起 活动旨在加强全球股权投资银行的商务洽谈 大力促进全球股权投资产业的信息共享 为推动中欧深入合作,积极抢抓中欧未来发展契机 促进中法投资机构信息交流 实现中法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积极建言宪策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MondahanTV,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